我幾年前去綠島監獄參觀的時候還在 還在嗎 還看得到 這樣啊 好 這是第二階段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是什麼 叫做學恥復國 還我何山 這個是林曉翁教授他們的觀點 我覺得也很有意義 給大家分享 他說 其實從現代國際法的觀點來看 過去蔣介石主導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被毛澤東主導的中國共產黨推翻 這只是更換政權而已 由一個專制的法西斯政權 更換成一個專制的共產政權 這種轉變並不涉及王國或魅國問題 雖然國號從中華民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中國還是中國 對中國而言 他們並沒有被他國或異族並吞或統治 所以並無王國之可言 既然無王國可言 何來學恥復國 還我何山 李曉翁教授要講的是什麼呢 可見這種學恥復國 還我何山的觀念 能是古代師天下 家天下的觀念 就是說我是皇帝 那是我的何山嘛 我的土地 我的國家嘛 認為政權必須操之在我 或我個人 或我的政黨 才算保住國家 否則就是王國 因此呢 就必須忠興復國 其實所謂學恥復國 還我何山 其本質是還我政權 讓我重新掌權 欸 我要講的是什麼 現在民進黨稍微有工喔 重新奪回政權喔 那沒這個意思呢 再來 從1950年代開始 台灣一直籠罩在蔣政權這種 學恥復國 還我何山的概念之下 到處充滿著這種 學恥復國 關乎大陸 重整何山 還我何山的政治標語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這個標語囉 第三個一段 1953年 苗栗正大同國小校園內 蔣介石畫像旁邊的標語是什麼 名理善意 學恥復國 有看喔 再來 這是 應該是一所國小 台南縣後畢鄉清寮國小 升旗台的標語 後邊 台南後邊 反攻大陸重整何山 要想耶 這從小學一年級 應該就開始生了 老叔也生了 生得從力度去 生得從公路旁邊 生得從氣氛也有 而且最重要還要跟你講 這個詞喔 被打敗的詞不是國民黨的詞 是你全台灣人民的詞 台灣人都有份 而且這個東西 所謂漢賊不兩立的東西慢慢出來了 對方不只是匪 而且還摧毀中國文化 我們是要回去重整何山 他給你使命 而且還跟你講說 你有詞在這裡 你要學詞 我是覺得說 剛才彭怡大哥說 那很像北韓 剛才那個議員 你有覺得嗎 國民黨那時候把每一間學校 都當作國民黨的黨校軍校在經營 從小學一直到大學 每一間學校都當作黨校軍校 在控制你的思想 重度的洗腦 聽說讀寫 聽是這些話 講演講比賽 如何反攻救台灣 再來寫 馬上文告就變成作文比賽的題目 聽說讀寫 重度洗腦 然後形成兩個情緒 第一個仇視中共 不敢看國民黨做什麼事情 第二個 侵蝕台灣本土的文化和語言 他成功弄了50年之後 台灣就變成現在這個形 另外就是說 我剛才有一個感情很深 我們之前在檢討日劇時代 日治時代的中期跟末期 那時候的台灣人看畫展 有異郎 然後 博覽會 有博覽會 有休閒的生活 有去墾丁玩 然後雖然那時候也在戰爭的時期 你看到那個 還是一個人的生活的價值 但是國民黨的 統治的早期 中期 是政治的 是動員的 是肅殺的 思想是管控的 每個人是要表態的 都要拿一個標語 我起來 我辦一個原油會 也要說 我這個原油會是為了解救大陸 可憐的同胞 每一個人都在此上關係 到底哪一個外來統治者 對台灣比較有心 老實說 現在都在說什麼 民進黨建戶搞什麼 搞族群分裂 意識形態治國 現在所有的所在都會說什麼 獨立建國 台灣獨立建國 獨立建國 獨立建國 應該是這樣嘛 世界都會寫的嘛 什麼 什麼要還我台灣人公平 沒有嘛 沒有這樣嘛 請大家看 第四季大陸燒 1954年 和我們去買什麼 買財票 茶葉禮盒 茶葉禮盒是一般的嘛 上面的圖片都有什麼 這是茶葉禮盒 這茶葉禮盒 這茶葉禮盒 茶葉禮盒還有什麼 驅逐惡寇還我和山 那邊 我們去參觀 那邊現在旁邊恢復原貌了 雜體連古蹟 我們現在除了茶葉禮盒以外 如果你去延平郡王池 鄭成功跟國民黨有什麼關係 我一直不清楚 但是延平巨王池上面 有一個國民黨的黨徽 在延平巨王池 鄭成功在上面 有一個國民黨的黨徽 所以鄭成功 他是參加國民黨 那個叫張徽打月威 鄭成功也是要反擊 我要把他拿起來之後 國民黨的人說 你這個是修改歷史 竄改歷史 那一隻早就在那裡 你才能拿起來 國民黨的黨徽跟鄭成功 有什麼關係 這樣也不可以嗎 不可以拿起來 說這樣是竄改歷史 好 請大家再看這張照片 1950年代 在某軍警眷村牌樓前 以右任所提的對聯 實現三民主義 這有在什麼 發揚革命精神 還我和善 大家看 新家庭第四次 頂民代表大會 生立大會 在等前面的標語是 團結一致 貢獻地方 雪恥復國 完成大業 在這裡 雪恥復國 完成大業 什麼 正民大會 眷村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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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待會我們要給大家看看 第四階段是什麼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